这本书简直马丽苏到天雷滚滚啊 最夸张奇怪的剧情这里全有 而且还买一送八 一个男主八个男配全爱贵妃 为她生 为她死 为她煎熬一辈子 难怪这作者要封闭 编不下去了吧 孟非姐姐 我听说你被如贵妃罚了贵 还给颜非姐姐赔了钱 你是不是应该去拜拜了 小事 我的好业马上就要来了 你看什么呢 好不好看 我被雷的寒毛都卷了 你说好看不 给我 我不怕雷 雷更烧魂 来 看看 我的妈呀 爱得胜功第五卷 孟非姐姐 我刚把四看完正找五呢 你也太前卫了吧 是你太落五了 如烧星都把五看完了 正等六呢 我是听说这个作者把书坑啊 后面不写了 所以一直在做心理建设 又不想入坑 又想看得抓洗脑跟的 是你心理素质太差啊 孟非姐姐 你有后面的第六卷吗 不止六 七八九十也会有 我正准备写的 你 你 不是 这 你 孟非姐姐 原来你是这本书的作者呀 我是你的粉呀 偶像 偶像你给我签个名吧 偶像 偶像不不不 咱们合个箱 我这就去把花石叫来 等了 等了 我什么时候说我是这本书作者了 你 你刚才不是说你要写六七八九十一 是如烧星要看 但作者封闭了 他闹心得哀乌窜 我正好重拾一下 我不可磨灭的文学才华 就准备接着写 我给他绕进去 等时机一到 我把里面人全都写死 我坑死他 虐身哪有虐心来的痛快 我这主意怎么样 不怎么样 如贵妃会把你撕碎的 真的 不能 我代笔技术高强 她看不出来的 可是 你确定你会写吗 你觉得写书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啊 这有什么难的 不就是孤男寡女 荒野疗伤 女的一不小心摔倒了 就跟男的倾上了 我爱的人不爱我 爱我的人我不爱 好不容易相爱 结果还是世仇或者兄妹什么的 这种狗血剧情了 我一注相能写齐段 完全戏手捏来啊 除非她是神仙 不然她发现不了吧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保密啊 那是肯定的 我的心里肯定是想为你保密的 但是我就怕我这个嘴上吧 到时候一不小心 你这个月的糕点我全包了 好的